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 郑国之前两次得罪了灵国 晋国 一次是晋文宫落难流亡时 郑国对他无礼 十分轻慢 还一次是晋国与楚国交战 郑国出兵帮助楚国 楚国战败后 郑国臣服晋国 可暗中又与楚国结盟 处罪并法 于是 晋文宫联手秦穆公 一起攻打郑国 两国大军势如破竹 一举就把郑国国都给围起来 四面加工 郑国危在旦夕 郑文宫急得团团是转 束手无策 一位大臣建议他说 若能让楚之武出灭 或许还能挽救国运 楚之武是谁 郑国出了大名的有智慧的大贤人 郑文宫于是亲自来到楚之武家里 请求他出面去见秦王 挽救郑国 楚之武推辞说 我没啥本事 年轻时都不如别人 现在老了 更做不了啥事 郑文宫修费地说 以前没起用你 是我的过错 现在郑国就要完蛋了 你和我依然都要当王国奴 脸上更没光彩了 郑文宫好说再说 差点下跪了 楚之武之好说 看在郑国百姓的份上 我去说说看吧 然而四个城门都被敌人围困 一开城门 敌军就会一拥而尽 如何让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走进秦军大营呢 郑文宫想来想去 说只好委屈你了 在半夜时分 他派人用绳子把竹子武绑起来 然后从城墙上慢慢放下 可怜的老人跌下城墙 几乎是一瞬间 就被埋伏旁边的秦军活捉了 他立即高声喊道 我要见秦王 我要见秦王 他被秦军推散着 跌跌碰碰来到秦军大营 再到了秦木工前 秦木工问他 你一个糟老头 三更半夜来干啥 你们两国围攻郑国 郑国要亡了 灭掉郑国 对秦国有啥好处 扶植武说 我三更半夜来见大王 就想问大王这一个问题 啥好处 秦木工还真没仔细想过 扶植武继续说道 灭掉郑国 秦国与郑国隔这么远 要占领郑国 这不可能吧 很多人都能问 大王为什么要帮助晋国扩大领土呢 晋国变得强大了 就可以和任何一国比高低了 当然也包括秦国 大王这么做 值得吗 秦木工盯着竹子武 只是问了一声 竹子武继续说道 既然没好处 还给自己添堵 退一步 如果大王弃围而去呢 郑国一定感恩戴德 奉大王为恩人 秦国要点供奉什么的 还不是小事一桩吗 一举其得 何乐不为 秦木工完全心动的 竹子武说 晋文宫也心勃勃 灭了郑国 一定又想往西扩张 谁都明白 晋国迟早要袭击秦国 这事儿 你自己去想吧 说吧 装作就要走的样子 秦木工一听 立即站起来 拉住竹子武的手 让郑国快来签订有好协议吧 第二天一早 晋文宫正在大帐内调兵遣将 准备出战 谁之一手下急急跑进来 报告 秦军昨夜不知为何 已经撤军走人了 晋文宫一听 十分惊察 一查 果真如此 秦木工不辞而别了 没有了秦军的帮助 晋军就打不下郑国 随后 晋文宫只好也率步撤离了郑国 竹子武靠着一张嘴皮子 退却了十几万大军 救了郑国 后世的网友们由衷地称之为 忽悠高手 这样的忽悠术是不是太高明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